用餐时间吃素的民众 您敢确定吃下肚子里头的 真的是素食吗 调查局针对了市面上贩售的素食 以高科技的DNA仪式来做检验 结果发现了抽查了 31届的素食当中 竟然是超过了有一半的素食 这里头是含有肉的 可以说是历年来 混冲比例最高的一次 而夸张的是 其中有两件肉类的含量 还超过了20% 究竟传统市场或者是卖场里头 吃素的民众都可以购买到素食料理 直调查局抽查台北县市市售的素食 却发现有厂商恶意 云木滚竹 算是历年最高的 因为我们这次的检验 它有个特点 就是它灵敏度非常高 你砧板没洗干净 你的下一件就含到上一件 所处理的捡体 调查局针对民生犯罪专案 总共抽查了1032件食品 其中在素食方面 抽查了31件素食 但却有超过一半 总共17件包装上写的是素食 但却掺杂漏类制品 而这17件不合格的素食当中 又有两件陆质含量超过20% 明显欺骗消费者 这次在抽烟的过程里面 我们当然不排除说 它在操作过程里面 譬如说它这个砧板没洗干净 结果它就做下一件的时候 把葷石换在里面 那剩下的那两家是否定的 因为比例很高的话 就很难推出 我是砧板洗不干净 或是我容器弄错了 那你就不能讲理由 电话局利用鉴定DNA的高科技仪器 来分化素食里头的成分 加以一丁点的肉类掺杂 遗迹剂立即显现 而两家肉质含量过高的素食厂商 除了违反食品管理办法之外 还涉及了欺骗消费者 未来恐怕得面临法律责任 中心阿公养麦穹如 台北报道